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这一节呢,我们在前几节的基础上 看一看一个较为复杂的这个NFA 非确定性有线状态自动机 是怎么根据输入的这个正则表达式去构造的 构造好了这个状态机之后 我们看一看如何在这个状态机的基础之上 去计算它的FinalB包和它的这个转移集合 最终通过一系列计算之后 我们看一看,我们给定了一个正则表达式 已经给定一个这个字符串 看一看这个字符串是如何通过 我们这一个这个NFA有线状态自动机得以识别的 好,这样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在我们的代码里面呢 先把这个Round Machine Construct Example 那么前面这些呢,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那么最后这个ESPR函数呢 就是前面这一系列的极大成整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去构造这个NFA 就是这个状态机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有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函数里面调用了其他所有函数 OK,有了这个函数之后呢 我们构造出这个状态机之后呢 我们还要把这里这个 Interpreter Example打开 这个NFA Interpreter呢 实际上就是根据这个输入字符串 去解读我们的这个状态机 去计算状态机的Asternal币包集合以及转移集合 最后去识别这个输入的字符串 后面这两个呢,大家不用关心 这个不属于我们这个课程的内容 OK,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运行起来看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我们要做的 我们先把它给调试起来 OK,在这里呢 那我们把这个红定义给写上 然后end 接下来呢 我们要输入我们给定的这个输入 我们这一个正式表达式 OK好,大家输入的时候 记住这里面不要有空格 有空格的话 我在我这个程序呢 会认为空格处是表达式表达式的这个结尾处 所以有空格的话就出问题了 好,输入的这个表达式是这样的 一个是D星 那注意在这里面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D当做是一个红定义的话 我们需要把它放入到这个大括号之中 如果没有这个大括号的话 这个D呢就被当成一个单个字符 把它放入到大括号之中的话 那么我们这里面处理的时候 会把这个D当做0到9展开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运行结果 OK,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状态器给打出来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状态器打印出来的这个结果 跟我们这个图形 大家看这个是我们这个最终这个 刚才我们给定的这一个正者表达式所对应的这个状态器 我们大家看一下这里面这个情况 首先呢 节点17,47,10节点 大家看节点17,47,10节点 然后他通过两条边 episinal边转向节点3和9 大家看,转向节点3和9 然后节点3呢 通过episinal边转向节点1和4 大家看这里面有一条1和4 那么节点2呢 通过episinal边转向1和4 节点1呢 通过0到9 就是一个数字字符极类 转向2 大家看在这里面确实是0到9 那么2呢 通过这个episinal边转到4和1 那么5呢 通过节点4呢 通过一条episinal边转换到5 好 那么这时候呢 接着就是节点6呢 通过一条episinal边转到7 大家看在这里面 然后节点7呢 通过这个字符极类就是0到9 这10个数字字符 大家看 0到9这10个数字字符 跳转到这个节点8 最后节点8 通过episinal边走到这个节点18 节点18是这个接收状态 是最终状态 所以这里有个特命的 那么下面呢 打印的就是 下面这个信息打印的就是下面这一段 那么这里面呢 大家到时候可以自己看一下 在这里面我就不详细细说了 OK 我们构造了这个状态机之后 接下来看一看 我们是如何依赖这个状态机去进行这个字符串的识别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好 这时候呢 我们走到了这个interpreter这里面 大家看 我们先从这个nfa runnfainterpreter for example 然后把刚才建造的这个 把刚才建造的这一个状态机呢 他对应的这个pair和他的起始节点放到这个interpreter里面去 然后执行这个interpreter nfa OK 接着往下走 到这里面之后 他会要求我们输入一个这个 呃 字符串 我们输入的是1.21 好 1.21是这个能够被当前的字符串识别的 输入n n了之后就开始走进来了 走进来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要计算这个节点时期的必包集合 必包集合 接着往下走 好 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个节点时期呢 加入到一个堆栈之中 nfastain 先把它加入到堆栈之中 OK 那么加入到堆栈之中后 我们在一个循环中 只要这个堆栈不为空的话 我们把堆栈中的节点弹出来 去运算这个节点的ε边所抵达的下一个节点 好 这里面我们先进来 看 大家看这里面我们得到的这个节点 首先是得到的节点是17 大家看17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呢 我们节点17有两条ε边 分别是走向节点3和节点9 好 大家看在这里面呢 首先第一个if判断就进来了 因为第一个 大家看第一个ε边就进来了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下一个节点 大家看一下是节点 节点3 大家看stainlum是节点3 好 再往下走 好 然后就把这个节点加入到这个input结合里面去 然后再往下走 OK 那么next2呢 指向的是节点9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这里面是节点9 节点9就进来了 好 我们就继续这往下走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节点3已经进来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从这个堆栈里面去弹出 再从这个堆栈里面去弹出刚才加入这个堆栈的节点 由于我们最后加入的是节点9 所以我们先把节点9给弹出来 OK 我们可以把节点9给弹出来 好 由于节点9呢 这个里面它没有这个ε边 所以它两个if循环都不进入 大家看这个if循环是要判断 它这个边的类型必须是ε的 所以它两个循环 两个eve都不进入 就直接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呢 继续从这个堆栈里面弹出节点 那么早期我们弹压入的节点是节点3 这时候我们再走进去 好 OK 走进去 OK 大家看一下 走进来了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走进来了之后 这个节点是 OK 当前的这个节点呢 我们拿出的节点是3 大家看拿出节点是3 然后我们通过3的这个epinol边 找到下一个这个对应的节点 大家看第一条epinol边走到的是节点1 我们看一下 再看这个next 这个next是 大家看这个next是节点1 然后找到节点1之后 把它给压入对战 同时把这个节点1也加入到这个input 集合里面去 然后看节点3的另一条边 大家看另一条边是epinol 走向的是节点4 OK 走向的是节点4 这样的话 我们下一条边得到通过epinol的epinol 节点3的epinol边呢 我们走到的就是另一个节点4 我们就把节点4给找到了 大家看 进入到这个循环 OK 大家看 这时候是节点4 OK 大家看是节点4 然后把它加入到这个压入对战 然后把它加入到这个input 集合 那么接下来再弹出来的 大家大家记住 对战呢 是后进先出的 刚才我们压入的是节点4 这个节点4 所以现在弹出来了这个节点呢 也是节点4 好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 OK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节点4就找到了 节点4此时只有一条epinol边 所以这里面这个循环它会进来 所以这里面这个循环它会进来 进来的话 找到了这个节点是节点5 大家看 节点5 OK 这里面对应的这个节是节点5 好 把它压入到这个对战里面 然后再加入到这个input集合里面去 OK 那么由于节点4只有一条epinol边 所以第二个if判断呢 它就不进去了 OK 好 那么刚才被压入堆战的是节点5 这时候我们通过这个堆战 把节点5给弹出来 OK 大家看 OK 我们把这个节点5给弹出来了 弹出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节点5的两条边 大家看 节点5并没有epinol边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两个if循环呢 它都不进去 OK 出了第一个if循环 第二个也不去玩 好 就出来了 那么有了这个节点5出来 节点4之后 那么原来我们看一下 再从对战拿出的是哪一个点 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得到的节点是节点1 大家看 那么节点1是由这个节点3推进来的 节点1 这时候大家看一下 节点1有没有这个 节点1有没有这个epinol边呢 没有 所以它两个if循环都不走 两个if循环都不走 OK就出来了 那么现在这时候我们还要看这个对战里面有没有多余的这个要计算的节点呢 OK 这时候我们所有的点都已经计算完毕了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节点时期找到两个这个epinol边对应的节点 然后再从这些节点再通过这个找到的节点再继续沿着他的epinol边去找到新的节点 而这个节点找到的机制呢 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堆战的机制来实现的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再往下走 然后我们把这个input也就是刚才这个加入到这个呃 制服级里面的这些节点呢全部打印出来 OK 大家看这样的话我们就找到了节点17的 大家看我们就找到了节点17所对应的这个他的这个epinol必保几何 大家看 节点17通过epinol边走到了节点3和节点9 OK我们这里面有节点3和节点9大家看节点3和节点9有 节点3通过epinol边走到了节点1和节点4 那么我们的集合里面也有节点1和节点4大家看节点1和节点4都在 然后由这个节点4又通过epinol边走到节点5 节点5这里也在 然后节点2呢 哦 哦没有节点2 那么这样的话大家看那么节点9呢 47从这里走到的 那么也就是说从节点17开始 我们通过这个epinol边顺同摸瓜找到了所有的能够连续通过这个epinol边能够抵达的这个节点 那么把这个节点所有合在一起呢 就是5493117 那么17呢我们记得上次说过这个epinol集合呢肯定是包含它原来这个集合的元素的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算到了这个epinol集合 整个epinol币包的集合 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这个epinol算法epinol币包算法的这个代码实现 整个epinol算法的代码实现就在这个interpreter的这个e-closure的这个函数里面 这个函数的实现呢就是通过我们先把这个集合最初的 呃要算这个epinol币包集合最初的几个节点先压到对战中 然后把这个然后再从这个对战中弹出这个节点 弹出这个节点之后再判断这个节点是否有呃出发 是否有这个呃向外延展的epinol的边 大家看这两个if如果有的话把这个epinol边抵达的节点 就是这个next压到对战里面去 如果第二条边也是epinol边的话 我们就把第二条边指向的节点也加到这个input集合里面去 同时也加到对战 这样的话这个input呢里面的节点数在不断的增长 等到把所有的epinol节点压到对战之后 下次循环再把刚才压入对战的这个节点拿出来 再看这个节点的epinol边直到这么循环下去 这就是我们这个epinol运算的这一个epinol运算的这个代码实现 OK这就是我们这一小节的内容 那么下一小节呢我们将给大家看一看 如何通过这个运算了这个epinol币宝集合之后 我们如何通过这个epinol币宝集合呢 再根据这个输入的这个字符去实现这个 转移集合也就是这个moon的集合 那么我们一会或者下节呢 再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感谢观看